花莲市位在观光交通枢纽 是观光客来花莲旅游必经之地 如何维护市民原有的生活品质 并提供外来游客优质的旅游环境 需要大家一起动员来维护 为此花莲市公所14号在清洁队 举办环境清洁维护即环保志工动员说明会 市长魏嘉贤希望能够整体动员力量 一起来提升市容的环境 这一场说明会 中央14号下午在花莲市清洁队二楼会议室举行 并由清洁队长吴庆展 以现况照片结合相关环保法规进行说明 这一场说明会除了邀请各里里长 各里环保志工队之外 也邀请中央驻花莲单位 以及县府观光处建设处等机关出席 市长魏嘉贤表示 从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被视为后山净土的花莲 成为了报复性消费旅游的首选 观光客大量涌入 市容环境污染情况更甚以往 花莲市清洁队 现有人力仅有160位左右 需负责全市44个里的垃圾清运 再加上其他的环保工作 人力更显得捉襟见肘 魏嘉贤希望结合公司部门 一起来提升花莲市整体市容的面貌 尤其是在新冠状疫情后期的部分 造成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人力负担 尤其是观光客来得非常非常多 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邻里之间的一个名利的部分 来协助我们清洁队能够来让环境 花莲市的环境能够维持干净跟整洁 那很多的民众也在反映说 最近市区因为观光客增加 垃圾量也相对的增加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民间的力量 跟我们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 让环境能够维持过去的一个干净跟清洁 所以我们特别的来召开相关的会议 那会中我们也会听取我们所有协会里长 还有我们一些机关的一个建议跟想法 未来我们如果能够实践的部分 我们会努力的来把这个方向 按照大家理想的方向去做推动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制之后 每一个里都有他自己的环保清洁志工队 那也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更永续干净 然后减少我们人力上面的一个透支跟支出 那未来能够维护清洁之外 也能够唤起民众的功德心 目前华林市44个里中 虽有27个里成立环保志工队 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里 仍坚持环保维护工作 许多环保志工队在缺乏诱因 以及驱动力之下以健感伐力 市长威嘉贤表示 借由这一次的说明会 鼓励民众加入环保志工队的行列 更希望能够达到一里一环保志工队的目标 进而影响家户 都能将自己住家周边环境整理干净 记者刘明胜 华林市采访报道